看这位女特工有多敬业 孩子都到跨门口了 她竟然还在打击犯罪 女特工名叫玛丽 今天她本应该去医院生孩子的 不巧半道上发现了犯罪头子滴大哥 玛丽紧忙呼叫附近的同事抓捕 不成想滴大哥掏出了个时间炸弹 将所有同事定在了空中 眼瞅着滴大哥要逃 玛丽没招 只得挺着个大肚子亲自上阵 追捕路上 还没忘记给老公打个电话 让她去医院陪她生孩子 但老公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老婆竟然是个特工 而且此时还正在大街上抓捕坏人 滴大哥见玛丽穷追不舍 直接洒出了一大堆铁刺球 玛丽技术不够 外挂来凑 紧忙启动了汽车避障功能 减震功能也开到了极致 保证不会影响到肚子里的孩子 之后玛丽再按下一个按钮 车头瞬间出来个爪子 射出去直接抓住了滴大哥的车轮子 但滴大哥的小钢炮也不是一般炮 不但自己完美落地 还让滴大哥也安全着陆 滴大哥见势不妙 紧忙溜进了一个地下室 玛丽也抱着肚子不慌不忙地追 我说大姐 咱都已经这样了 这一步咱能不能就直接掠过了呀 不料追到地下室 才发现是个陷阱 然而滴大哥打死都没想到 自己养的一群打手 竟然连个孕妇都打不过 按照万年不变的套路 这些个小喽喽收拾完 支援也紧赶慢赶地到达了现场 有了大部队善后 玛丽也终于能安心地去医院生孩子了 而且还打破了最快生孩子记录 孩子呱呱落地 但她给家庭带来的并不是欢乐 而是诸多烦恼 因为玛丽的老公是二婚 她老公和前妻还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觉得继母和小妹抢了他们的爸爸 所以经常布置一些陷阱捉弄她 为了促进家庭和谐 玛丽把一条很珍贵的红宝石项链送给了姐姐 希望能和她拉近一些关系 可不料第二天 德 这下姐姐更生气了 亏我刚才还决定一个星期不再捉弄你呢 其实这并不是玛丽小气 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她一年前抓的那个滴大哥越狱了 还联合时间大到 想要夺走时间来毁灭世界 而能阻止时间快速流走的唯一方法 就是这块红宝石 玛丽拿着项链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特工总部 不料这又是姐姐的恶作剧 项链此时还挂在女儿脖子上了 这边滴大哥已经定位到了红宝石位置 还派出了大量手下来夺取 幸好玛丽早已在家安装了预警系统 并布置了避难房间 在眼镜人崩掉大门的那一刻 墙壁上也出现了一个电梯 带着俩孩子和狗子来到了地下密室 看着墙上四周的大屏幕 俩孩子才知道继母原来是个特工 更让俩孩子震惊的是 地上的狗子竟然开口说话了 原来这是一条机械特工狗 玛专门留下保护孩子的 眼瞅着眼镜人找到了地下室入口 狗子紧忙让俩孩子坐上了椅子 椅子瞬间下沉 然后变成小飞船 带着他们冲出地面飞上了天空 眼镜人也不甘示弱 把武器往地上一放 武器瞬间变成了小飞机 几人立马摆出拉巴巴的姿势 就追了上去 并射出爪子想抢走姐姐的项链 幸好飞船有防护罩 可不巧这股劲儿弟弟竟然运传 他咖就吐了一大袋 不得已打开防护罩透气 眼镜人一看没了防护罩 也瞅准机会夺取项链 眼瞅着就要被抢走 弟弟手里的袋子突然飞出 刚好浮在了大哥脸上 这下好了 让俩小孩找到了反击方式 弟弟又丢出几个袋子 成功送走了剩下的追兵 随后飞船将俩孩子带到了特工总部 后妈早已安排好了大侄女接应 大侄女带着他俩参观了小特工部门 这里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特工装备 不过由于经费不足 小特工部门在几年前就已经关闭了 大侄女送给了他们一人一套装备 作为第一次的见面礼 当然这些装备都没有能量 是不能使用的 这边玛丽也追踪到了滴大哥的位置 她穿上战斗衣 带上孩子就摸进了工厂 没错是真的孩子 由于这一年生孩子也没上班 所以也没钱请个保姆 只能自己带着孩子上阵 用的武器也是非常离谱 不是奶粉就是尿不湿 但就这些武器 这些小趴菜都打不过 也不知道是干啥吃的 滴大哥没招 只能骑着摩托撒鸭子撩 这边总部里两个小孩也不甘寂寞 想要去阻止时间大到的阴谋 他们觉得后妈都可以带着妹妹上阵 自己肯定不比她差 就俩小屁孩 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工作人员见他们到处乱跑 就想拦住他们 特工狗紧忙拉出 既又滑倒了一批人 接着又拉出了一臂小铁球 又滑倒了一批人 狗子带着他们来到传送室 弟弟用狗子的工作账号 破译了时间大到的密码 查询到位置后 直接开启传送来到了 时间大到的老巢 是一家古老的钟表店 然后他们又打开了密室 别问我他们怎么知道机关的 问就是我也不是很清楚 两姐弟乘坐大铁柱来到了地底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钟表 钟表下方有个敞开的门 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竟然直接跳上表针想穿过去 虽然过程有点小插曲 弟弟被秒针挂住 但有惊无险 转了一圈后直接被甩进了室内 不过就在他们继续深入时 突然被时间炸弹定住了身 原来这是迪大哥和时间大到的阴谋 故意骗他俩来好拿走红宝石项链的 本以为这回没跑了吧 玛丽和大侄女通过孩子的定位 也来到了这里 两人使出刷我迪卡 激活了姐弟俩的装备 弟弟顿时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一拳下去 直接撂倒了一大片 姐姐也不甘落后 使出了马老师的绝技 闪电五连边 也撂倒了一大片 就连狗子都没闲着 一招佛山无影角又踢倒了一群 也不知道这些龙套这么踩 脖子上的红宝石项链 眼瞅着敌人越来越多 玛丽也只好先带着孩子们战略性撤退 现在时间大到掌控了时间 整个世界的时间飞快流失 特工局长紧忙召集了所有特工 准备对时间大到发起总攻 这种级别的战斗 自然不可能让俩小屁孩参加 就在局长来安抚俩孩子情绪的时候 俩孩子突然发现 局长手上竟然戴着一块和时间大到一样的手表 而且耳背的弟弟 还听到局长手上戴着不止一块手表 局长见自己暴露 也不打算隐瞒 没错 我就是时间大到 不过那又怎样呢 然后直接破坏门锁 将姐弟俩关在了屋里 俩孩子紧忙拨通后妈的电话 说这次进宫是个陷阱 因为局长就是时间大到 可后妈根本不信 啥时候了还给我玩呢 直接就挂了电话 可当来到地下 看到时间大到取下头套的那一刻 卧槽 还真是局长 不过现在已经晚了 局长早已在特工们的工作牌上做了手脚 他用手表定住了所有特工 一时间所有特工团灭 不过这其中可不包括孩子和机械狗 俩孩子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直接让狗子一脚踢烂了大门 然后去小特工部门穿好了装备 而狗子则担任起了照顾小妹的保姆 可不料刚出门 就被滴大哥带着人截胡了 他们只得乖乖交出武器 被带到了局长面前 此时局长已经启动了时间流转仪器 局长说这个装置其实并不会毁灭世界 他只是想通过这个设备回到过去 原来这个能控制时间的仪器 就是他老爸发明的 当年老爸实验仪器时 自己不小心闯了进去 然后他就被困在了里面好多年 他的老爸清静一生 也没能把他救出来 而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爸慢慢变老 然后死去 又过了几年以后 天上掉下了一块陨石 科研人员研究发现 那块陨石可以解开时间机器 他被救出以后 一直在想办法回到过去救出父亲 然而这么多年尝试 他只复制出了一个个不同时间段的自己 那块陨石也被用完了 那个红宝石项链 就是剩下的最后一块陨石 时空之门打开 局长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可没过几分钟 他又走了出来 但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而且还面带微笑 原来这一次他成功地见到了父亲 还和父亲握了手 虽然还是没能救出父亲 但在父亲劝阻下 他也终于明白生活要向前看 而不是一直活在过去 局长停止了时间一气 玛丽等人也成功脱困 他与两个孩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家人也终于消除了所有隔阂 想必大家也看出来了 这电影充满了诸多bug和不合理 不过这电影本来就主要给小朋友们看了吗 主打提高孩子们想象力 可满足孩子们的超级英雄吗 愿大家都有一颗童心 永远都是孩子 撒悠拉拉